这位化名埃瑞克的前中共秘密警察 从2008年开始为中共政治安全保卫局工作 负责渗透和追踪海外异议人士 2023年他出逃澳洲 日前首度在媒体揭露中共在海外诱捕异议人士的细节 近年39岁的埃瑞克表示 2016年起他参与策划绑架当时流亡日本的漫画家 变态辣椒王立民 当时他化名小杨 进入柬埔寨中资集团太子地产担任规划主管 邀请王立民为集团设计卡通标志 为了取信王立民 中共秘密警察开过多次会议 甚至派一个特别小组去柬埔寨准备 对王立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开会讨论的结果 然后他就又跟我说 说他们这个集团现在正在全球招聘 包括其中有一个职位是创意总监 问我有没有兴趣 钱还蛮多的 然后跟我说是要去柬埔寨面试 然后我当时是有点动心的 但是我太太就极力反对 说这个可能是陷阱 随后太子集团又提供到该集团台湾办公室面试的机会 王立民因为太太强烈反对而拒绝 直到今天王立民才得知事情真相 让他感到极度震惊与害怕 王立民在澳梅安排下 与当年的小杨通上话 他透露小杨告诉他 当时他们很有把握将他骗到台湾 因为太子集团深度参与了这个事情 也有把握将他从台湾绑架到公海 如果他去面试了 他就会被强行押回中国 这些中国的特工如果真的存在于台湾活动的话 其实台湾应该已经有相对完成的这些间谍法相关的条例可以来处置 这些中国特工可能会找在地的台湾人来做协力者 那这些协力者的身份要怎么样揭露 要怎么样来防堵 我想这个是法治层面可以思考的面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专家表示东南亚是长期中共海外绑架的重点发展地区 但在台湾绑架一名异议人士是史无前例的 这表明中共在海外行动的大胆程度是前所未见的 继台湾亚的电视 高炳营 叶恩杰 姚汉宇 综合报导